川习会北京五大承诺的原因竟然是,白宫周六声明披露,川习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五大承诺中。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认为有三项是需要立即执行的,很快就可以验证的此三项内容。 有的中共已经在做而有的很容易做,但在执行力上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两项则与中美贸易战紧密相关其中一项已经帮中共争取了60天的宽限时间。 时事评论人士文昭近期在他的自媒体上,表示中共已经习惯了危机状态。 白宫传给媒体的声明,表示,中方承诺大量加购美国商品,指定分泰尼为管制物质,立即与美方展开结构改革谈判,以及与美方一起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美方则承诺暂停加征关税政论作家陈破空。 昨天在美国之音政论节目中说,对于川习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各占50%,星期六晚宴目的之一是拉近关系第二个是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有庆祝的意思,否则没必要晚宴不一致的地方,在与双方出发点不一样。 美方的出发点是要求中方完整的立即的回应美国的要求并且执行要求,中共则是希望贸易占停火,希望美方1月1号不要进一步加征关税,这其实又是中共反复无常,行为狡诈的拖延战术分析。 需要立即执行的三项承诺,白宫与美东时间晚上发布声,名称会谈情形很好,美国同意明年1月1日不会将2000亿中国商品10%惩罚性关税提高到25%,中共首先要同意的是增加采购美方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中共并且同意立即采购美国农产品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由于跟美国打贸易战从俄罗斯引进了非洲猪瘟,现在已经遍及全国失去控制,中共不得已已经开始从美国重新买猪肉了这个承诺,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验证的,但是是可以随时逆转的。 而中共不买美国价廉制优的美国产品,是中共自己的损失。 其次中方同意将分泰尼指定位管制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分泰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惩罚王篤然阐述此项承诺。 中共将分泰尼指定位管制物质,很容易但是否会做到最高惩罚不乐观,尤其是能花多大努力处理,更值得怀疑中共在执行力上会打折扣。 这个毒品是因为中共国社会是从上面生发大牌,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 当局和毒贩是一家毒贩在地方可以拿到牌照大工厂生产,即便中央要如何,也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承诺,本来就是中共自己是问题的源头在者。 习近平还表示他愿意批准之前未同意的高通N质谱并购交易。 王篤然说,这个应该是容易做到的中共就,是卡着高通N质谱并购交易的脖子做筹码,这就像是抢人做人质一样。 除了上述三大承诺外习近平,还向川普总统承诺同意,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结构改革进行谈判。 双方同意致力于90天内完成此项工作。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国会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剖析,这些内容触及中共经济性质,这是中共过去不肯谈不肯让步的事情。 未来谈不成的可能性极大而三月一日从10%加征,到25%中共就已经帮争取到了60天的时间,中共的拖刀计就是能争取一天是一天。 白宫就美中原首工作晚宴发表声明,白宫声明,说,本次川习惠寒一致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川普将与习主席一起与金正恩主席共同努力,以完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王笃然分析这项朝核承诺,是跟中美贸易谈判绑在一起,是中共手中的一张牌,如果90天内谈不成中共这个承诺,也就基本作废了文招。 中共习惯在夹缝中生存实事评论人士文招,近期在自媒体节目中总结。 中共有一种性格已经习惯了危机状态啥时候,都是危机时代也习惯了在夹缝的时间差里,去找解决办法,把危机爆发推迟离那个严重的结。 过到来还有几个月,他会努力利用这几个月,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应急手段。 把危机缓和然后利用争取来的时间,再去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